這個圖形最終我剛都講完了每一個的原則你回去看一看 那我下禮拜的考試會從這四個裡面抽一個 或者兩個一到二不要先講詞 你就把這個放下去 那就把它畫完 那現在要出圖 各位要出圖 要出圖的時候麻煩你 我們先做一個圖框在這裡 先把圖框複製 Ctrl C 配置裡面 他已經有配置了 配置裡面 先切到配置 然後 Ctrl V 0 所以我說你圖框都要做 你考試還要再畫來不及一定來不及 雙按滾輪屬 就是ROOM 1 然後呢 VPORTS VPORTS 單1 我會有講過要做這個之前 你做一個動作 盡量把圖 在模型空間把它移到正中間 差很大 差一百倍 把它移到中間 好 移到正中間的時候 來我再配置2 然後再做 VPORTS 好 單1 確定 這一點到這一點 你看到 你看到我剛剛講的 你把它放在正中間 它就會出現在中間 有沒有 雖然沒有中 但是 雖不近亦不遠 對不對 我剛剛模型是不是放這樣 他就抓進來了 這是一個技巧 然後在這邊的話 要抓比例對不對 雙按 雙按 雙按之後 你會看到比例子就出現了 然後 先移動它 移動它 我的建議是 邊邊的邊框改成 Sketch 這樣你發錯比較好看 外面雙按 然後 對不起雙按裡面 我們猜一下比例子 1比100 一開始不要直接相信它是100 一開始先抓一個 然後再抓一個100回來 因為它有時候裡面會有bug 這是 我做那麼久的情形發現的 有時候100可能變99點多 98 有時候會跑掉 好了之後我往外面雙按 這時候 外面的邊框應該會有 你看 這邊變兩條線 所以我說 有時候你沒有拉準的時候 你會很累 那所以我的建議是在 這個外面這個框 我會把它用在 Sketch 為什麼呢 它就不會出現 我再到配置2 好 所以算我沒有拉好 這條線只有差一點 不會多一條線出來 你看這邊 好 好 那這個時候 OK之後 來 外面雙按 記得 這邊點下去 按右鍵 鎖付 這個做了很多次了 Ctrl P 這個時候 對不起 要驗應之前 要先看看 有沒有看到虛線 這時候 如果沒有看到虛線 請檢查 在這邊打一個LTS 在這邊打 0.025 如果你沒有 你打2.5看看有沒有 沒有 沒有看到 所以 你打一下 LTS 你記得在1比1的時候 我們都是0.025 左右 就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重點是 你的線型裡面 虛線要出現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 他虛線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好 然後這時候 再按 滾圖組裝按 然後這時候 再做一次 Ctrl P 沒有前置出圖 看看有沒有 剛好有 DWG2BDF 這個大小 不是A4 是A3 ISO EXPAND A3 較大尺寸 然後 窗選 窗選的時候 請你從這一點 選到這一點 然後呢 窗選之後 比例是多少 不要不滿 我們圖指是 一個單位是10公里 這時候再預覽它 好 這個大小要檢查一下 這個有沒有線型 有沒有出現 有就好了 然後 再預覽 欸不對嘛 然後 橫式 預覽 如果你覺得出線太粗 你看我邊邊沒有接到 有沒有 就沒有看到兩條線有沒有 這樣就看不出有什麼缺失 有沒有 我剛剛為什麼把它移到Sketch 好 那這邊你看看有沒有 這邊太過來 其實抓過來一點就可以了 好 這個完了之後 好像這個出現太粗 黃色太粗了 我改一下黃色線 黃色我是0.4 改成0.35 看會不會好一點 差不多就這樣了 看完之後 OK 好 這都可以了 好 看完之後 全部就 改一改 這不是1比1喔 1比100 好 我們書本裡面這邊就有了 圖名 比例子 單位 請你寫進去日期 好 好 那這個之後 確定之後 OK 就怎麼樣 就出圖 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 那這張圖大概就這樣 那各位麻煩自己做做看